自己一个自信的一个辅助 也不管女警能不能压人了 是 那这样看京东这边 这有怎么考虑 靖家塔姆啊 靖家塔姆也是个蛮抽象的组合 我说老实话 我感觉女坦算了啊 正常点 是啊 我觉得女坦靖是最好的组合呀 但是你还选了塔姆啊 这首塔姆选出来是想反压制对方 就塔姆加靖如果 找到献权的情况下 能反压制女警像太坦的 对 就硬说的话 是在这个版本里面 逐渐的辅助位上 塔姆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是 对吧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塔姆 这个英雄容错率和以前差不多 反正有大招 你开我开不到我 对 而且塔姆这个版本打线更厉害 对吧 非常强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最近这个 就是你会发现最近的比赛里面 其实塔姆搭各种的类型的AD都有 包括我们赛区太喜欢用这种强开的 呃 前盘辅助 这样的话塔姆正好是看到这个类型的 所以说正中下方 在我们赛区的话 塔姆的优先级确实很高 是 而且确实最近你看 这个上个BO3也出现了像塔姆金克斯 对吧 塔姆金克斯也算是这个前一阵子蛮流行的一个组合 算是标配吧 就对现在能稳得出金克斯的发育 打他的话 盯着金克斯 防他被开就好了 然后昨天也出现了这个塔姆加霞 对吧 然后今天呢 中心防守组合 对 然后又是塔姆加进 反正就感觉就是塔姆这个英雄确实也是水涨船高 对吧 那毕竟确实比较全面吧 有点代替铝坦的一个意思 但我说什么话 金东这个阵容容速率好低啊 你硬要说 阵容我可能还是更喜欢 AL这边阵容一些 AL这个阵容主要没有进攻压力嘛 是 那我们来看两边第一局对决吧 没有 好 好 好 停 一 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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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好的 两边的手机较量啊 蓝色帮AL 红色帮的京东 哇 这上来MISSING直接 应该是要帮上单插线眼啊 这个九哥这块的战术地位啊 要打牙齿的呀 是的 而且另一边先行一步插到防守眼位 看到了AL的众人 嗯 打断一下 你打不起来 是 打断一下 打你个海骨 然后自己再触发个这个先攻 反流吸带 舒服 第一波这个野区的交锋上面来说京东小转 后部也进来插个眼 但是被Betty看到了 叫小弟同样拼了出来 但应该也没有时间换扫去排了吧 看一下球球这边换扫要不要去等下线去排 还是说直接上线推吧 女警先上线推比较好 哎 再上来帮小浩开一下 那九哥过来 再赚几块钱 对吧 再蹭个先攻 舒服的很 十块钱很舒服 好 这样霍普和Mission帮卡纳维这样开的话只能抗压了 但上来 如果镜和塔姆先上线的话其实可以抢两级的 可以尝试抢的 我说实话中路这个限制一上来 哇 一级学艺的维克托 一级学艺 两道激光直接给Forge挂麻了 Forge前三个Q好像全空了 是 对 这小手 主要确实 没怎么看Forge玩过发条 就是 Forge发条只用过一场吧 也赢了 不过也不用担心Forge的对线吧 因为Forge最近稳住手法 是因为他对线特别稳 嗯 我在下路这一波换线 拼到拼一手 近对面有点小亏 是的 只要他们的选择掉很多 哇 这九哥直接过线压了 九哥这边脾气大呀 二级打一级 但ZDZ我感觉最近的一个赛场表现 我觉得他扛九哥压力应该不是特别的 嗯 因为ZDZ最近 哎 幸运前行过来顶一下 Betty没被点到 但是给闪现 再一枪 哎呦 两个闪硬跟把这边Betty给击杀掉了 哇 Betty这边是两极学的夹子呀 坏了呀 你只看到学夹子那直接开冲 那这边中路也要来 这波会闪换闪吗 应该是闪换闪的局啊 是 一 这边卡纳比也没有选择闪性去咬一口 这边就闪换闪了 对 主要手里面有红buff吧 如果有红buff减速一下 还有机会追一下 主要是确实也跟不上了 嗯 前面闪性交过了 那主要是下路这一块的话 泰坦因为钩子没钩中 然后结果被 京东这边 反手二级打一套 是 这也是塔姆 为什么现在 战入地位那么高的原因吧 我觉得 就可 可以防守也可以冲 哎 可防可冲的一个角色 下路对拼的先手之前 好像没有没有太看清啊 可能Betty学了夹子之后 没想看到 他学了夹子直接就 呃 去打先手了 捕捉到一个这种信息 是 一般女警情况 一般女警的话 两集可以不学技能 就辅助 自己辅助开到之后 再学夹子也可以 对 一般会留下点 是就是觉得那一波抢二 应该是稳压的局面 是 这里卡那边想 绕过来 但ZDZ这个状态很安全啊 但这是挖掘机 冰线也没什么压力啊 卡那边这边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并且做不到事情 嗯 是的 就虽然这个位置是个挖掘机机下的一个角色位 进入上野的一个沟通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九泽哥应该叫卡那边盖回吧 卡那 还想再搞一下 搞一下 一技能 哇 锤过来了 闪现 哎 一技能被顶断了 这么住得上应该要辅了吧 哇 六九哥猛啊 直接把ZD给锤过来就很离谱 哇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哎 但是MISSING 但是MISSING这边很肉啊 还有W在 夹子没夹上 直接原地生源浅航 就能溜掉 你面对塔姆就这样 夹子如果接到的话 有点机会 是 有点小可惜 哎 闪现直接定吗 后面跟夹子 夹子又没跟上 但是反手这边 拉过来了 漂亮球球这一波 将女警拿到HOPE的人头 这一波球球开得很果断啊 看一下上路这一波 我是感觉自己大概在下半去的时候 上路可以稳手啊 这里 哎 九哥这波细啊 他本来身上一套篮是不够的 他吃了个饼干 把篮回到了一整套推行态的篮 我感觉卡那尾挖地道的时候 这里看那个地道 可以直接闪现拉开了 他应该没看到 他可能没看到 对 我觉得看到的话肯定闪现拉开 就打不起来了 是 但这样 那 毕竟是个奥恩嘛 就吃自亏能接受 对 他补刀没被押就好 现在这个补刀还还不错的 补刀几乎是持平的 还领先了一点点 目前这个局面 AR还是需要发育一下 三条线都很需要发育 京东这边就等 雷克尔赛六级 然后进六级之后 打一些小规模的团转啊 包括一个支援 都是比较好去施展开的 确实毕竟压力是在右边吧 AR确实 这个阵容可以去拖发育 而且前排也比较扎实 这个眼小浩应该不太好搞吧 想进行动 但塔姆先到 不过中路有限权 抱着这边赶过来 还是要想硬牌一下吗 就这么客气 这连送俩睁眼了 行吧 主要终于有限权吧 那你都这样了 那就走吧 两位换下演的精细 但是Forge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Forge Forge没闪现 看来这边能不能跟上呢 完了被晕住了 晕住了那 晕上应该没了 Forge这个位置迷路了 但是这边站在后面有辅助在 直接上来踢一套 但是实际上京东下路也赶的也很快 迷信深渊潮捏在手里 但是好像距离不太够了 那这样小龙感觉能动啊 可以顺势打掉 好嘛 这一波Forge是一直想着帮 在河道做一些视野 然后自己的一个身位 出现一些破坏 而且卡纳比硬是吃真眼的经验 吃到了六级 是 这波有六的一个雷格在 最好不要动吧 真的要动吗 深渊潮到顶上来 先杀HOPE HOPE一四选 但是其实扭曲不要回了一口 但是这边六级的 我感觉已经反倒掀死了 是 主要小浩这边跟上来之后 这脚踢得很果断啊 是的 卡那个瞬间就直接被秒了 看似 盲酸来的就是叶快 主要这波HOPE被开到了 没办法 进在前 前面这段时间里面 打架是真的提供不了太多的伤害 六级之后还好吧 前期来讲就只能推推线上 毕竟没有爆发嘛 对 那这样 两边的经济 在这个时间段是咬得非常紧 但是京东拿下了第一条龙 接下来主要是看先锋的这一波争夺了 现在 左边已经开始全员往上去靠 女警也是先推线 应该是这边要回家的 还是说 这边 还是想自己守一下 女警要自己守一下 小浩过来再蹲一手 小浩但是这波没有踢 对 他没大招 是的 看下浩能不能顶一下呢 没顶到 那应该打不起来 我觉得 这波小拉扯 JDZ很难受啊 我觉得 9个意识到了 不然的话 欧恩其实讲到里面 没有什么道理打 这种血量 打这个杰斯突然意上去 主要这波小浩其实也只是 帮助JDZ把线给清掉吧 因为在塔前的话不帮他清掉 可能JDZ很危险 但这样的话 欧恩没踢啊 欧恩没踢 不过京东这边也没有把握住 这个时间差去打下这个前锋 两边还是想慢慢来的 找泰坦去中部推了波线吧 露连给了点压力 那这样卡纳比早段时间 先再吃个红 打个加木花朵 看一眼 小浩把这个篮拿了下来 没有选择给发条 先控一下河道线 要这个顺位可以直接打 可以直接打先锋的 怎么说 露连这边下路漏了之后 那应该京东可能选择放一放 京东要放了那应该是 应该要放 这波不放的话 京东少过人的 球球在这个位置看看 想尝试勾一下 但missing也知道 可能要放 那这样就不去探视野了 怎么说 杰斯来一炮 九哥怎么说 来一炮 有有有有 但小浩这边 也很专注呀 直接成交了 只要打那下眼睛突然来到500多 但这样后部在下路吃一层塔皮 主要这是个净 吃塔皮确实太慢了 是 如果这是个厄斐流斯 这会儿估计两层都下去了 两层层都有可能 那这样直接顺势就换线 也是吃一下肚层 可能不会放先锋 这波应该就掩护 看能不能吃一层 好像这样还不太好吃到 是 这把卡纳威发育真的好呀 是的 八级了已经 好家伙 这个打野 金 九十四刀 一点离谱 说实话 我自己中单 不倒是最 压三十刀 不愧是 最喜欢玩野荷的男人 真的 雷格赛发育能成这样 他玩啥都是野荷的味道 是 这把雷格赛直接玩出野荷味道来了 暗爪都有了 全场第一件神话装 妈呀 好家伙 那这样下条小龙 京东 应该是很有主动权的 再加上这段时间 塔姆和静的作战能力 肯定是比AL下路组合强的 下条小龙AL我觉得可能会放 不放的话我 不太好挡 说实话 不放的话不太好挡 看一下A要怎么去处理吧 那感觉京东这把控龙节奏 就是得 蛮快的 哎 但是对于京东来想压力也是在于 就是这个控龙节奏 一旦一个不好 掉了一条龙的话 就很很难 不过虽然有压力 现在这个经济领先了 小2000 嗯 打野又这么肥 其实京东目前还蛮舒服的 哎 哎 右边这个阵容 有一个好处手长 但是左边毕竟有奥恩在 所以就是很难说 你能把这个手长的poke阵容 能够在中后期拉扯特别好 对吧 先不谈后期 对吧 先把前面打好 我的节奏先不能断 断节奏的话会很难受的 主要就是这个龙吧 这个龙一定得控的又快 小龙半分钟啊 两边上单都没有TP 小浩在这蹲着 missing 哎 给了一朵花 看能不能找一下missing的一个破绽 是 但missing这边的话也有闪现啊 一勾弹 可能Betty和他聊了一下 把那个远程冰给点掉 没有沟通好 是 勾到了远程冰上 小盲森也露脸了 而且这边D听术听到了 直接过来应该蓝程一下点一套 但直接小浩一脚先解围 但这样的话盲森没大招 这波 也不好打了吧 感觉 小浩这波的话感觉是想省一个真眼吧 没有想到 就莫真眼拉开 昨天扫本也是这样 有点小慌 昨天扫本也是这样 是 就是 有的时候明明感觉可以摸沿走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摸 我就提 不过这脚踢完之后也是告诉队友 确实没必要打 这波如果打的话 京东就正中京东下滑了 4秒 就算了 看一下龙魂啊 海克斯龙魂 这个电龙配合京东的这个手长的阵容很舒服 是 本身京东这种就需要拉扯 电龙又是拉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属性 对 仅次于水龙魂吧 而且主要是这个东西给到进的话 进的枪基本不可能空 就很舒服 包括维克托的电啊 这个 那真是十万伏特 是 电上加电 12分钟 接近13分钟 两条龙 这把龙的节奏很快 Forge还在中路发育 卡拉比直接过来 手上是有闪有暗爪的 但是背后有球球的保护 Forge虽然被针对了几次 但他自己的一个发育还可以 没有受太多影响 嗯 这把A1前面的节奏也算稳住了 手里这个先锋快没了 咋说啊 小号 放中算了 哇 是想看一看 猜了一下草里有个泰坦 没猜着 哇 在最后几秒钟 诶 诶 深渊抢黄用过的 后视表皮放出来 后面再给个深矮冲击 在这边的话 一被一个重力比想定 中原地交了一个 今生之后 后面一枪如影随形 直接第2枪崩死泰坦 哇 MISSING是真的肉啊 但隔面过来叫羊了 目标还是个塔姆 给一个治疗掉起来 MISSING还有后视表皮 深渊抢黄好了 W直接走 给了个点燃 这边点燃 给为什么塔姆给烤熟了 慢了个点燃啊 终于把这个可喝的塔姆给杀掉了 可问你九哥吃爽了呀 九哥在上路 这波MISSING如果不死的话 要全体可能心态就崩了 说实话 好嘛 这就能将异国来给个点燃 MISSING是真没办法 MISSING真没想到 恨不得 能把自己吃下去 这波 GINO可以接受 毕竟 三六九在上路吃了两层肚层吧 球球这边看得虽然好 但是小号这边没到呀 没有踢过来之后 MISSING拉了太长的一个战线 其实总体来讲就是 AL这边主动打 然后打出个一换一了 是 没有挡住杰斯的发育 凤 哇 连池俩大 HOP还帮忙很很贴心的 挡了个那个手 挡了个天音波 是 但是MISSING没办法了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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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搞了 AL这边很多心态了 是 这把的节奏 京东还是比较紧凑的 先锋马上刷新 京东的一个中上野的装备都 都很好 各位领先了一些 是 这杰斯发育也挺好的 这样来说的话 京东中期的资源都随便打 AL现在太需要女警和发条 慢慢去发育了 是的 下条先锋 感觉AL可能会放掉 然后会下塔 卡拉比现在 会合的九哥就开始做入侵了 AL这边的一个指挥还是很成熟的 知道 现在这个时间点打是 不知道怎么赢的 所以还脱一下女警发育 只能放掉这个先锋 是的 主要是积血塔 A1这边正好还正好 可以直接推掉的 对 京东下路放空门了 等于积血塔还是让女 应该是能让女警吃到 369这边也在推 积血塔应该还是白体更快一些的 15分钟 接近16分钟才出积血塔 确实 对线的 对线的一个节奏 可能双方都偏稳吧 就野区三月站搞了好几波 但没有影响双方对线的这种平稳的发育 其实主要还是空龙的节奏 以及其实你会发现 AL这边的中一塔已经掉半血了 是 就这个不得不说还是 牙膏其实在前面还给到了一点的 就推线的一个力度的 现在手握先锋中一塔感觉可以随便推掉 Gino这边边线推线是有主动权的 是可以直接撞 三续军这边推完下路线之后直接集合中路 没有不推了吗 三续军不选择推 但又选择去推 可能不太需要解释 也是能撞出来的 是啊 这波撞一头其实就应该有了 一丝 但是有等于没有 对 差不多差不多 没事过去摸一下 12滴血 好嘛 这个中一塔就对于Gino来说很重要 而且下路也在推啊 是的 发条就必须得推走 不过下路的一个塔的一个健康值挺高的应该 发条可以守住 小龙AL这边这波不选择放 杰斯回家装一下 想强行装备了吧 应该 卡纳米这边在蹲人 小龙15秒 AL这边先主动做一下事业 AL这边想迎团战的话 要主动开团的呀 看一下小浩这边能不能开到一个好团 配合ZZZZ MISSING这边也是 以肉身去试探 MISSING又是这个位置 自己先被开到的 旁边卡纳米在护驾 住本身被顶出了一个闪现 反手身边抢 顶上来 虽然说风向引起顶掉了这个鸡飞 但是自己还是倒地 MISSING开出护士表皮没有死 开手看一下完美限末 两枪直接带走球救 第三枪第四枪 第四枪空掉 但牙膏在追Forge Forge这边有闪 一炮差点带走小浩 这边再一下 鱼雷炮打中了 但是后续卡纳米没跟大 正面让子弹飞 MISSING一丝血 哇呀 厚实表皮啊 太厚了这个塔姆 这个牛蛙太肥了 粘鱼粘鱼 这玩意粘鱼 可能我饿了吧 差不多 有的时候就是你很难搞定 塔姆肯定是什么物种啊 但是 并不妨碍京东现在电龙 直接听牌 不是下路这个一塔 九子哥也可以推掉 嗯 这波也要选择主动 刚一刚 但是 面前就是个MISSING 你不开他吧 也挺难受的 你一开他队友也 杀他不死 对 而且主要是 塔姆太烦人了 对 这波其实 马后帕来讲的话 AL可以选择方角 嗯 接第四条龙 就 接最关键的波龙 主要塔姆的位置 太诱人了 你知道吗 就换任何一个辅助 走那个位置都是犯罪 但塔姆就不是 有两条命 对 卡南韦这个对位发育啊 也是让边线的人 真的压力挺大的 他这个装备 刚才他咬2N的时候都很痛啊 是的 主要那一口满怒的话 咬下去真伤 嗯 在现在AL要考虑的一个局面 是四分钟之后 这个龙魂团 是以首要能有多少的资本 去跟右边接 龙魂团 还是要看AL这边的一个 野斧的开团啊 野斧开团 真要越过塔姆去开后盘 才有机会赢 所以说MISSING每次就顶在前面 啊 MISSING MISSING也也都 他不是站在后面吞人的那种 他还在前面吃伤害的那种 就你吃我伤害我 你看 我对我就能C 他又来了 他又开舔了 哎 出上来 两个副局这波有闪的小号很麻烦 小号一撕血一脚RQQ做一个位移 MISSING终于是付出了代价 但牙刀 这个的一身终于 哎呀 被终结了一下 一撞这个后面没人跟了 好吧 这波MISSING就玩大了 对也不能太小张 对 主要是 队友离得有点远 然后他自己冲进去了 对 如果自己不冲进去正面背开的话 对我其实跟着上的 是 而且主要小号处理得好 反应手直接 把这个塔姆啊QQ 踢到三郎窝 然后顺带做一个位移 那队友只能卖塔 是的 对 三千块的一个经济 说大也不是特别大 现在摆在眼前的难题 就是个电龙魂怎么办 对 就是龙 就这一波 感觉这一波对于两边来说 都非常重要 这一波感觉AL拿下来的话 这把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翻盘空间 下一波 京东这边的一个中斧都没闪 看一下AL这边能否找到机会 开中斧吧 是 MISSING下波其实也可以开他 因为现在自己的C位的一个装备 包括伤害肯定越来越高嘛 对 如果开到塔姆的话 有机会不要掉 我觉得下波MISSING不能再怎么玩 对 MISSING不能再断搞了 自己没闪的话 不能再慢了 但主要是京东这个阵容 确实没开团 对 得让塔姆去顶人 不需要开团嘛 嗯 需要杰斯和进去打一下相好 随便给那个 可能 我刚那个按错了 就是按错了 那个治疗不是 因为之前我看朱德章 他是有用起波密集换个治疗出来 我还以为那个治疗是朱德章自己的 是 Betty这边应该是按错了吧 嗯 AO这边先做了一下上半区的视野 但做上半区的视野 无济于事 双方对大龙其实都没有兴趣的 嗯 下半区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呀 主要AO这个阵容 打大龙也很慢 就很难说存在那种 我拿大龙去换你的龙魂这种说法 369折破了一个战斗能力非常强 两千半 火器也快好了 是快好了 还得再斩 差不多了 基本上三百五十四 再蹭一分就有了 换俩技能差不多 这波AO必须去接啊 牙膏这边没有TP啊 TP差一点 不过现在小龙还有一分钟 AO这边来的有点过早了 所以说京东也不着急 对主要是一会儿 京东身上的演用完了 京东也得找一波机会回家补演 是 五十多分钟 做视野最好的方式就是 小龙半分钟左右的时候 那一波谁先做好视野 就很有主动权 是 就这一分钟的话 其实你做完别人再排掉 你可能还要再回家出来 这样比较拖打 左边现在三颗真眼 还在 现在就是 两边开始疯狂压到身上的存货 但感觉两边应该都没有时间回家了 八条一波回家 老再出来 但是没有格子再坚眼了 更新装备啊 但A1这个战位肯定不想放的 嗯 站住中线 可能就慢慢过去试探 我觉得 这个位置 一勾没勾到 主的章肯定是要开的 不想跟你这个POW的空间 这边一炮先打空 白水这边撞到这个MISSING 正面两下 两边各自垂开 两边拉开了 后续射海冲击给到的牙膏 只是拉扯了一下 在这边小浩已经不行了 后面跟上去了一个挖 这边卡拉米是挖死的对方 打野他自己也倒地 这边球就拉扯了一下 旁边让男辈挡一手 第四枪地狱接带走正面的泰坦 要这样的话原地开大 主的章顶在前面 三六九这边还有一炮弹 主的章太肥了 龙魂 这一枪 就是箭底 给Betty人 要吓晕了 换条裤子 带龙魂没了呀 今天这边成功拿下龙魂 这波其实主要还是在于 第一波的处理上 小浩跟朱德章的第一波进场 三六九跟这个小浩互相 退避三射 看一下这波 主要是小浩小阿闪的时候 被卡拉米给顶起来 而且又被三六九接了个锤形太低 是 直接把小浩打退掉 就两边互相 但卡拉米真脾气很大呀 找到机会先进去 换人头再说 是 球球侧侧面的话 群里面管不了了 这是狂风直接 后部收掉了球球的人头 这波打完京东心里踏实了呀 有剑龙的拉扯的阵容 AL现在还是比较难翻盘的 就感觉 不过经济一直没有拉开太多吧 是 经济确实没有拉开太多 是 AL这边的话 其实很看奥恩的发育 因为本身在右边这个阵容方面 这奥恩发育很好呀 对 就是AL这个阵容里面来说 奥恩太重要了 但奥恩他没有魔抗的情况下 牙膏其实盯着他打 朱德章可能吃不消的 是的 其实我说实话 奥恩这个 现在目前180刀这个发育 就是确实像你说的 没有太多空间做魔抗装 是 所以现在牙膏打他还痛的 但是一旦让他比如说 再做个什么自然之力之类的 可能会好点吧 可能会好点 他就有点小无敌了 这边想开看一下这里 还是没给到机会 京东这边 也要这边一直拼信号 有点着急的想开 但京东这边的话 也想着去一直分带 整理一下拼线再说 卡纳比去分带了 好嘛 我想起隔壁那个破剑者挖掘机了 有把卡子那个挖掘机 出了个破剑者 现在一直都是处于 在处于在解释 131是吧 对就解说里面 目前摸不清楚的一个迷思 你知道吗 可能觉得正面打团 出杀都差不多吧 没事 他反正出完那把就输了 第二把都换下去了 换下去了吗 那有点难受 那现在确实 京东有了电龙魂之后 现在做野区的 我有这一下 还好走位躲开了一发 精灵滑彩 但后面直接脾气大 就加局 是 然后复合的电龙魂的减速 这电龙魂的这个减速太难受了呀 好在躲开了滑彩 不然的话这波球球 其实是凶多吉少 这一炮没有击中 下落二塔 这波是可以守住的 京东现在想施展进攻 就直接避大龙算了 不过现在京东目前的指挥 不是很着急的避大龙 他们觉得自己拿了电龙魂之后 发育到后期肯定也是优势的 我说实话 我觉得京东这个阵容 打大龙有点悬 主要有点慢 而且这个阵容里面 没有太好的前面去扛龙 三战套的时候可以吧 就现在两战半 可能有点慢 三战套过后应该 就还行 是有速度的 而且主要是京东这个阵容 如果到大龙坑里面去的话 万一被AL过来卡住那个龙坑口子 那很难受 是的 所以是京东鸡蛋这些 可能不想给予AL翻盘的机会吧 就慢慢来 慢慢进攻 就最稳的还是 下路二塔 这里这波看能不能找去点一下 再一炮 打到了朱德章身上 这一炮 AL这边 还是想看一下吗 小浩上来皮一下 反手一边勾 勾到Linsey 球球自身的危险 球球这个勾有点太冒进了 卡拿比金身躲开羊 这个金身 要带到后面大块土 一起躲开冲击波 再一个滑踩顶一下 这将冰雪绝了 下路二塔可以直接硬抓掉 硬顶得拆吧 主要AL也明白 就是对面手太长 得开 但是这个机会很难把握 还是那个问题 要不要开米线 开米线都不能秒掉 如果不开米线 开其他人没什么用 那这样 369回家 赛瑞达的怨恨有了 怨恨做出来 也能打得动了 对啊 勾到了米线 但后面 这个立场 让双C机身跟不上伤害 然后米线这边 根本没有什么危险 危险的 电麻了 球球下波有闪现了 那这样他下波如果开到 也能自身拉开一下 前面两波的话都是开一下 自己没闪的时候是 面对对方的一个电容怎么都走不掉的 主要左边双C装备不够 你看现在右边静也三件套了 带无尽的三件套 他这个拒后排很痛的 主要现在最难说是球球 球球 搞不好四发子弹 直接能给这个泰坦带走 球球确实 跟烈士的泰坦抖的都懂 没办法 有的时候你上去勾吧 自己扛不住 上去不勾呢 对方 你不勾慢性死亡 对就真的慢性死亡 对方就懒得理你了 现在 经济慢慢扩大到将近六千 我觉得对于AL来说 可能就是远古龙吧 你有没有机会抢一下 抢一下远古龙搞 搞一波大的 就有机会翻 这个电龙再加泡壳真的难挺 女警也三件了 Betty这把也是一直很稳健的去发育 没有给他机会 自己发育没有落下 但说实话 这段时间AL的阵容要开始发力了 对吧 现在奥恩也十四级 慢慢开始做装备了 开始打装备 然后左边的双四一 到了三件套之后 其实正面打团 有机会 真有机会 因为京东这个阵容 选完我们也都说 他这个容错率虽然有个塔摩 但还是偏低的 是 京东这边的话 说他多核吧 其实也不是多核后期非常强的多核 对 然后都挺脆的 太依赖他们的发挥了 这阵容还得拉扯 京东还是得拉扯 所以AL这边是有机会开不好团 这一炮 双C直接大弹 那这样往前逼近一下之后 直接转老龙了可以 是的 哇 这九哥这一炮直接定前冠再来一炮 Betty 这里好危险 Betty 麻了 主要每个赛也可以去放电 是的 这一炮直接赚85块 京东每个人都可以去放电 手都挺长的 有些小技能 那这样老龙有了呀 老龙可以直接转到AL这边 直接踢出来 选择 硬出来做视野 所以老龙让了 那就直接把比赛都让了 是 肯定要出来先做视野看一下的 是的 而且京东他们很细 他们想卡住这个飞门的口子 看一下了 然后还有半血过半 呃 AL这边冲过来 想看 得不住了 闪现一勾勾空了 坏了 AL这一波开得很差 这边六九哥还被一口吞了下去 想换结束换不了 开架军 要进了 本来几只边有双招 走位 但不好走啊 怎么说 好像想换一下 Bissing 没有换掉 Forge这边交闪现 好像拉不太开啊 QA1 直接老龙喷死 这波直接团灭过后 应该可以顺着下路尝试一波 但是 AL这里的野斧复活更快 可能一波不了 直接转大龙了呀 这边复活的好快啊 说实话 这波 被六九哥拉扯麻了 主要这个店 再加上六九哥的属性 六九哥拉扯真麻了 这 这个直接两炮轰残后排 然后正面上来硬上的时候 又被杰斯一炮轰三个 这一炮轰三个 之后 AL这边真的顶着头皮上去冲啊 然后 闪现想开牙膏 被牙膏直接走位 绕墙 挡开一钩 我感觉第二龙应该是 这种Poke属性里面 禁锢最强的一个属性 比火龙还强 因为你Poke的过程中 对方走不太掉 火龙的话 直接打伤害别人就溜了 那这样直接三龙会了 龙魂 龙魂远古龙魂加大龙霸 最强一波 打正常一点应该是能一波的 三两九回家揪梦做出来 再磕个大药 这大红药搁在身上 你别说他这个数据看着 赏心悦目 小辅助 杰斯人生小辅助是吧 是 这把单不能说 这杰斯作用很大好吧 这刚刚真的那两炮太关键了 嗯 他的一个输出战比可能 对内也是最高的 直接磕 药 上路先扒掉 现在经济差距来到了 一万三多 这边真的很难防守呀 这塔都跟纸糊的一样 只有一个女警清线快一点 选择把夹子放在上半区 但这个炮车兵是去插啊 这还是得看这个上辅啊 AO这边上辅的开团 真出不去 这夹子放在一点用没有呀 九哥在侧面给压力炮可 这咋整的 还有个蓝MUFF的杰斯 真的挺难受的 哎呦 Betty 直接回家这一炮 这不给点就出发老头的感觉 这不给盾的话 只要被这个灼烧倒的给跳死 是 大叫 AO这边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京东这边可以直接抓掉 不行啦 忍不住了 叫杨拉 勾回来一个卡纳比 卡纳比原地顶起来 球球融掉了 大招都没放出来 再放轰到两个人 朱特张顶上去 Forge这边应该要被一口咬死 小了一脚 AO在这边扛不住了 没办法 那这样的话 我们恭喜京东 恭喜京东 三分钟 这一套阵容我只能说确实是京东 每个位置很熟悉的 对吧 这是他们自己很喜欢玩的一些东西 虽然可能对于Hope来说 确实就这一把 就 镜不算是他爱玩的东西 这个赛季我没看到怎么拿过镜 然后这第二盘镜吧 他玩两把镜都赢了 算是今天的话 其实这把来讲 我觉得卡纳比的一个 自己的节奏太好了 对 他不管对我怎么 发生什么事情 他自己前面一直去繁衍 去补自己的发育 很难的